洪仲秋命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立法院朝野党团决定各自提案 修改现行的军事审判法 把一些案件呢 规定在非战争时期 回归到一般的司法体系 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够依军法审判 洪仲秋案引起军事审判制度的检讨声浪 蓝绿都有意提案修改现行军事审判法 国民党团26号提出立委定手中版本的修正案 将修改军审法第一条 将涉及录海空军刑法第44条到46条 有不当管教领略部署 和第54条服毒酒驾规定 76、77条有关公共危险杀人伤害 妨害性自主等罪 在非战时期回归一般司法体系审查 并删除原先的34条 审判不可分原则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把目前军中 最严重的一些侵犯人权的部分 伤害的部分 跟一般刑法上所规定的部分 另外就是性侵害的这些部分 切到的部分 全部回归到司法体系 至于民进党团也在26号党团大会决议 将提出修改军事审判法 国家安全法和刑事诉讼法 规定除了战时 违反陆海空军刑法及其特别法时 才适用军法审判 平时都应该回归一般司法体系 并将在二次临时会提出修法版本 虽然来绿都喊修法不过也有共识应该谨慎审查 能否在二次临时会中完成三读还未定 此外二次临时会还将联系审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国民党团打算将核四公投案列为临时会第一案 民进党防则要求高华柱为红仲丘案到临时会报告 请进入长江仪化为大普拆迁案到国会专案报告 继续庄志诚台北报道